结果由企业所赞助的百万经费 国内知名的棒球教练 同时是台湾体大的校长林华伟 脸上写出满满的感谢 为了想应支持体育政策 中部一家控股公司最近是大手笔赞助了100万元 要作为台湾体大选手的培训基金 都很好的 我想这个奖助学心的由我来设计 非常的感谢聚众集团能够赞助学校这笔款项 我们会好好的运用这笔款项 主要会用在优秀运动员的培训 还有舞蹈人才的培养上面 台湾选手长期缺乏稳定的资源作为后盾 在训练过程汪汪得要靠自己 甚至要等到拿下奖牌才会获得政府重视 赞助单位对此有感而发 认为民间企业的力量将有助选手持续训练 不至于因为经济压力被迫中断 同时举过去假球案的事件 勉励选手在追求表现的同时 也要兼顾品德教育 不仅是在运动场上面的学习锻炼重要 在人格养成其实是我们更关心的一个地方 林校长说实在地跟我们一起谈 我们的理念是相通的 他对台体大的学生 这个品德教育也很坚持 对他的棒球队也很坚持 七爷表示 这几年对国内体育发展十分关心 不只能养新竹中山国小的少棒队 也鼓励内部员工组成棒球队 培养运动精神 希望最后这次赞助体育大学 能够帮助更多优秀选手 朝向国手目标迈进 为国争光 记者红加红 他就出了